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中洛亚报道 乳习成风 船北京舰护习专班 中共党魁习近平 近年经常成为海内外舆论暗讽 批评及公开调侃的对象 当局对此大家整肃的消息 也不时见诸报道 有消息说 北京有护卫习近平形象的专门队伍 据逃出大陆的意见人士透露 在当局看来 批评习近平 比批中共问题还严重 传北京有护习专班 知情人批习比批中共麻烦大 近日有不变据名的消息员 向大纪元爆料说 北京有护卫习近平形象的专班 或称特别小组 但未知是否中央和地方都有 工作专班 又称专班制度 是中共治下行政体系的一种独有制度 与跨部门工作小组类似 中共官媒称 它就是为了推进某项工作 而特意组建的班子 大纪元无法确认有关护习专班的说法 但也有另一消息似乎可以佐证 流亡加拿大的意义人士陈思明 1月2日对大纪元表示 批习比批评中共更能触怒当局 前几年我在国内批评中共 或者是政府官员还不要紧 但如果是批评习近平 公安就会有利己而强烈的反应 他们马上就会找我 华裔学者李恒青1月4日对大纪元表示 他没听说过维护习的形象还有个专班 但是保护习近平的形象 的确已经成为中共高级干部工作的核心问题之一 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开始搞看齐意识 就是向他看齐 然后搞两个维护 也是讲要维护习近平 你要是形象很好 还用得着维护吗 不用 李恒青说 后来又提出两个确立 要确立习近平是中共的领导核心 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 之后大小官员反复讲两个确立 不清楚是否习主动要求做 反正现在溜须拍马的人太多了 争相帮习包装 一笑大方 你七十多岁了 还要去搞两个确立 无非就是怕自己下台后会被清算 就当局把反习看得比反共还重 李恒青说 反过来说 是因为现在中国大多数人都希望习下台 中国才有可能出现变化 但是必须认识一点 共产党也必须下台 没有了共产党 中国才会更好 实际上习近平也是这个体制里出来的 如果不改变这个体制 就算习近平下来 上来的是张静平 李静平 王静平 分析 否习乳习成风 习遭遇空前危机 习近平一上台就在官场禁止妄议中央 中共日前修订了被网民称为帮规的纪律处分条例 首度写入对党员阅读禁书的处理规定 私自携带 私下阅读 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作品 严重者会被开除党籍 撤销党内职务 所谓严重政治问题 重点是丑化党和国家形象 或者诋毁 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等等 知名房产商任志强 2020年被抓 是因讽习近平是包光了衣服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最近卷入疑似反习风波 遭删文和清空微博的财新网创办人胡舒立 前几年也曾暗讽习是猪头 在网络上 中共现在对于习近平禁忌的注重 超出人们想象 根据之前一个墙内网站泄露的数据库 和习近平本人直接相关的敏感词 起码有2000个 乳包是在网络上封行了 颇有一阵的政治迷因 墙外恶搞 讽刺 侮辱习近平的作品层出不穷 大纪元去年报道 来自香港的少年异岁军华明 是异岁片编年史的油管博主 他从14岁左右开始做乳包视频 15岁时因制作乳包 恶搞习近平视频 遭香港国安处警察上门带走调查 警方抓他的罪名是煽动罪 他16岁时润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去年万圣节期间 上海年轻人扮演成小熊维尼 习皇帝 还有人头戴监控镜头模型 暗讽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 后传出遭到中共政府秋后算账 自由亚洲电台去年3月报道 身在美国的一位华人宁宁 在入睡之前突然接到家人的岳阳电话 在中国的父亲向他求证 美国请愿网站Change.org上 其中一个声援中国异议人士的连署书 是否为他发起 要他设法删除或者修改连署 宁宁透露 国宝曾经表示 因为该请愿书内容包含批评习近平的文字 这个举动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 前北京律师 明镇加拿大主席赖建平 1月3日对大纪元表示 现代所有的专制统治者 他都需要为自己涂脂抹粉 为自己塑造合法性 同时还要动用所谓法律 来打击对他的形象有任何不利的人士 因此他就必须要有一群太监式的人马 专门来做这个工作 他也知道党内外 国内外没有几个人真正的服他 赖建平认为 国内外讽习书习成风 现在习近平到了必须靠强力机制 向专班之类来保护他的形象的地步 说明其执政遭遇空前的危机 谢谢收听